前一天才在辩论会上交锋的两人 如今在纽约的911纪念活动上 笑着握手展现团结 而刚刚落幕的川普贺锦丽辩论 到底谁赢面大 他本人这样说 尽管中左派政治媒体 Politico的分析直接下标贺锦丽 赢了这次辩论 大力支持川普的福斯新闻主播 也微观表示双方评分秋色 CNN民调显示有63%的人 认为贺锦丽表现较佳 但川普仍自信炫耀战机 甚至辩论后直奔满视记者的采访室 大选辩论专家表示 候选人清零采访室几乎是前所未有 可能是川普想要尽快转移舆论焦点 不过在关键摇摆州 冰州一家家族经营的烘培房 再度以著名的饼干民调预测选情 结果川普的饼干销量 遥遥领先贺锦丽 这家烘培房过去四次大选 三次预测成功 为川普带来正面话题 川普面对贺锦丽正影响二度辩论 也给出正面回复 但表示上一回由民主党大本营 ABC电视台主办 下一回得找清共和党的媒体 显然看到自家旗下媒体股价 与加密货币在辩论后双双下挫 不肯咽下这口气 得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才是唯一赢家 持续炒热大选战情 小新闻也会这么多